警察專科學校第41期的一名女學員 疑似是在昨天晚上入住了墾丁福華 飯店之後跟朋友一起開毒趴 甚至 捷羽你知道嗎 他的朋友甚至還直接把 疑似K他命的吸食器直接就擺在桌上 而且這名女學員就把整個過程都拍下來 放上了自己的現實動態上面 太誇張了 非常的誇張 所以就讓同樣是身為警專生的一名學長 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這個過程也錄下來 PO上網還說學妹學壞了 要大家趕快去抓她 一名網友在低咖上發出一段影片 寫下保險櫃直接變成拉開桌子 建議復學直接驗尿 原來是同為警專的學妹 昨天晚上疑似於有人入住墾丁福華飯店之後 在房間內喝酒開咖毒趴主信 甚至到保險櫃將K盤拿到桌上 而房內的景象全部都被這名女學員 高調PO上個人IG現實動態 在鐵文曝光之後 就引發了許多同校學生留言說 開除剛好而已 根本就是敗壞警計 而警專針對此事也表示 周星女學員是學生總隊專41期第四隊學員 因為左手肘受傷 所以目前仍然在休學當中 但是在休學期間違反紀律情節嚴重影響校域 將會依照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學生獎程規則 最嚴厲處分予以開除學籍 絕不寬戴 卡依還記得去年發生的這起事件嗎 火鍋潑臉 那時候那個畫面真的是讓大家看了就嚇了一跳 沒有想到吵架會吵得這麼激烈啊 對 去年4月台中市有一名稱姓的女經紀 她因為不滿孫姓的傳播妹欠錢不還 雙方在KTV談判的時候就起了爭執 成姓女子竟然端起一旁滾燙的火鍋 潑向了孫姓女子的頭部 造成孫姓女子的臉部是有二度的燒燙傷 甚至連她的私密處也遭殃了 檢方就主張成姓女子跟她的零性男友 還有招姓干戈 涉犯傷害致重傷罪嫌 在中地院昨天就以傷害罪 判成姓八個月徒刑可上訴 當時懷有生育的成姓女子 因為不滿孫姓女子機錢 2萬元坐臺費遲遲不還 還在網路上嗆瞎 在零姓男友造姓干戈的陪同下 約孫姓女子到KTV談判 癱瘓過程中雙方發生了嚴重的爭執 成姓端起滾燙的火鍋 潑在孫姓女子的身上 她的零姓男友也加入戰局 拿起餐盤丟人還猛甩巴掌 導致孫姓女子的全身有多處的挫傷 臉部及私密處也有二度的燒燙傷 太中地院22日宣判 以傷害罪判成姓女子八個月徒刑可上訴 另外有暴力前科的趙姓男子 以及零姓男子均構成累犯 各判六個月三個月徒刑 兩人均得一顆罰金 接著轉換焦點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在彰化深港鄉 昨天晚上發生一起恐怖車禍 當時陳姓三姊弟分別是10歲 9歲 8歲 年紀真的是非常的小 三姊弟放了血 然後一起走在斑馬線上 結果他們在穿越馬路的時候 卻遭到了一名74歲的硝姓男子 駕駛的修律車從後方高速撞飛 其中小姊妹兩個人是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而弟弟則是腳扭傷 警校到場之後緊急將三個人送醫搶救 不過其中雖然姊姊已經恢復心跳 可是她的腦傷非常的嚴重 昏迷指數只有3 情況相當的不樂觀 國小三姊弟走在斑馬線上 修律車卻幾乎沒有煞車 高速撞飛3人 這起驚悚車禍發生在彰化深港鄉 昨天晚間6點多分別為10歲 9歲 及8歲的陳姓三姊弟 走在斑馬線時想要一起快速跑到對象 沒想到卻遭74歲的硝姥男 駕駛修律車高速撞飛 驚悚的畫面現在也跟著曝光 當時8歲的弟弟被撞倒 左腳扭傷 10歲和9歲的姊姊卻遭休旅車 一路拖行約10公尺 傷勢過重 失去呼吸心跳 畫面中也可以看到 事故發生之後 三姊弟的書包等雜物散落一地 場面相當 觸目驚心 緊急將三姊弟送一搶救之後 姊妹倆已經恢復呼吸心跳 但院方表示姊姊的胸部挫傷 頭部腦出血嚴重 昏迷指數只有3 狀況仍不太樂觀 妹妹則是血壓偏低 目前轉到小兒加護病房 插管持續救治 張華縣長王惠美得知消息 立刻到醫院關心 社會處表示三姊弟為中低收入戶家庭 將持續追蹤 並提供實際服務 警方調查 駕駛蕭南 主廁值為零 肇事原因仍在進一步釐清 那兩位姊姊在現場 一度是失去呼吸心跳 經過搶救之後 目前君以暉不呼吸心跳 那弟弟的部分 那是左腳稍微差錯傷 沒有大礙 那相關的肇事責任 本分局還在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釐清中 而今天正好就是出車 獲得陳姓姊姊的十一歲生日 但是她目前昏迷指數三 而且因為腦部出血嚴重 沒有辦法動手術 只能採取支持性療法 日後狀況並不樂觀 救護人員到場時 姊姊與妹妹的傷勢較為嚴重 兩個人當場就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雖然經過緊急送醫搶救之後 恢復心跳 但是姊姊腦傷太過嚴重 目前昏迷指數三 醫生就判斷手術機會並不高 而且目前暫時無法開刀 只能在加護病房 採取支持性療法 未來餘後不佳 而妹妹則是血壓偏低 目前仍然在小兒加護病房中插管治療 而最年紀最小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弟弟 則是左腳受傷 昨天晚上包紮之後就已經出院返家 而今天原本是陳姓姊姊的11歲生日 沒有想到左葉居然就遭遇狠禍 而根據弟弟透露 其實當時他們遠遠的就已經看到了這個車子的車燈了 所以當時姊姊就立刻拉著兩個弟妹要奔跑過馬路 但是仍然來不及 最後就在斑馬線上遭到休旅車高速撞飛 你有看到車子來嗎 有 它是很快嗎 很快啊 本來裡超遠的 本來裡超遠的 就是拉著我們跑 嘿 你們有看到趕快跑來不及 從哪裡要到哪裡去 要回家 在學校要回家 那平常就是如果要回家都是用走的嗎 是不是 不是 阿伯會去載啦 昨天剛好阿伯有事就沒有去載 那你們就走回來 當時姊姊不算做姊姊呢 姊姊他們遠遠的 遠遠的 你們三個是手牽手走過馬路嗎 嗯 姊姊是兩姊姊是用跑的 我跟另一個姊姊也是用跑的 那姊姊拉著我們兩個跑 過馬路的時候 是看到車子才開始跑 還是原本你們就用跑的 用跑的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燈 遠遠的 然後快到的時候就可以撞到 這個消息真的很讓人難過 希望姊姊可以趕快渡過難關 那麼三姐弟的家境也跟著曝光 據瞭解是中低收入戶家庭 平常是由阿公伯父等親友照顧 原本放學三姐弟都是由伯父接送 但是伯父因為眼睛開刀沒有辦法接送 沒有想到會因此發生意外 據瞭解三姐弟的家境狀況不佳 始終低收入戶家庭 因為父母離異 平常都是由伯父阿公姑婆 叔叔等親屬照顧 平常下課都是由伯父接送 但伯父昨晚因為眼睛開刀 無法接送小孩 三姐弟才自行走路回家 沒想到就因此發生意外 家屬表示三姐弟家中的經濟 都是由阿公跟姑婆在支撐 三人平時相當獨立 儘管生活困苦 但都會將自己的琐事打理好 不讓大人擔心 但沒想到昨晚走路回家 竟因此發生意外 家屬也直呼真的很難過 昨晚一整夜都沒有睡著 目前家屬都已經趕到醫院 詳細肇事的原因 仍帶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自己的理由 那時 你也不想要 有可能要 有可能要